谈完这个习近平跟李克强之间的一些传闻 中共高层一些分析 我们也必须谈谈红二代的一些想法 跟这个思维 这个最近我想大家很多观众 我们明镜的观众大概在社交媒体里面 看到的一封信就是这个罗点点写给马晓丽的信 也就是红二代的想法 那这个罗点点跟马晓丽都是非常标准 在中共当时是非常的红二代 那罗点点的父亲呢 罗瑞卿他是曾经当过公安部长 也当过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军委会的秘书长 以及中央书记处的书记 那马晓丽的父亲呢 这个马文瑞也当过劳动部长 还有当过这个政协的副主席 两位红二代 包括习近平也是红二代 在这样的一个信里面 社交媒体里面 已经非常网传的这个这个信里面 提到了批评习近平的这个动态心理 当然也反讽啊 用历史反讽的这种角度来看待 其实当初上面副主席 都没办法来反抗这个毛泽东 红二代更不可能去反抗习近平 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子啊 想听听各位的一看法 这个声明 您可别要不要先分享一下 这个这个信呢 我是看到过 就是其实在这之前呢 还有一个 有另外一封信 就是外面还没有看 就外面没有传出来 差不多的一个信吧 就是也是马晓丽和 和李大同 就他们之间的一信 基本上都是讲的差不多的事 就是别人心一开始就说 我觉得我们的父辈之所以 选择了事业革命等等 那么有的人走得远一点 比马晓丽呢 多少对他们父辈这个选择呢 还是有一些肯定的 就是说当时在那种情况下 他们只能做这个选择 就他原话就说 就是在长期封建社会 这么一个架构下 中国农民运动要如何如何 那么罗点点呢 跟马晓丽这个信呢 其实也讲这些 就红二代有不同的反思 就一般的红二代呢 是反思到66年 反思到文革 远一点的话呢 反思到建国 就所谓的49年 最远的红二代呢 还是反思到21年 就是从根上就错了 就比如像李大同这些 就是罗点点和马晓丽呢 他们反思的比较远 是远远超过了文革 但是也没到21年 就是我看过他们 我们红二代之间的一些对话 就是朋友传给我的 那么 对习 基本上这些都是不满 就红二代不满的 我想远远超过民间对习的不满 就习上台的时候 博尔赛就是抱有很大的希望 就当时有一个 其实现在也还存在 但是已经没有什么活动了 叫延安子女联谊会 这联谊会的会长呢 是 当时一个左王的小孩吧 大家都知道是谁 他每年也开会 这个会呢有点像 就如果你们就看过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话 托克贝尔那个会上也讲 他说法国那贵族啊 他们也开会 但是到了最后贵族衰落的时候呢 会就开得有点不堪了 就说 就很多贵族是骑着毛驴去的 那红二代呢 也有点那样比较 还守得住的红二代呢 就比较穷 守不住的呢 就可以说 还是绝好的机会发大财 有的甚至也就 就不跟他们混了 就不掺和了 基本上是老人 在黄二代中间比较认真的 大概就是罗点点和马晓丽 他们两个人呢 有过不少的争执也好 合作也好 几年以前的红歌会事件 当时呢 马晓丽就给习近平写了信 就是 大概十年以前吧 就是我现在搞了一帮人到北京去唱红歌 那个时候呢 习近平和马晓丽的关系非常好 就是他的信还能够到那儿 他给中央写的信 当时也其实不是给习的 习还具体没上来的 给栗战书 那那个时候呢 中央其实 至少没有把那个唱红歌的事呢 全国推广 对 对当时的那个薄熙来是很大的羞辱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呢 我也看得过 就是罗点点和马晓丽 他们当时也有个对话 就是 罗点点就问 马晓丽 就是 你真的就是已经准备好了吗 他就问了这句话 这个你真的准备好了这句话呢 就如果你不放到他们那种语境下的话 恐怕你是很难理解的 什么叫真的准备好了 其实就是说 当时提的是反思 就 如果说唱红歌 文革要反思的话 那往下呢 反右要不要反思 饥荒要不要反思 正反要不要反思 土改要不要反思 就这样反思下去呢 中央把他们就控制起来 但是工资照发 每个工资不少 但规定说你们只能用100块钱 他就 他妈妈就是 就真的就只用100块钱 结果最后真正式抓进去以后 钱全部收掉了 像罗点点他们记得街头 甚至就是去 去要个吃的吧 朋友家这家那家到处穿 后来他妈出来以后就说 他我们 婆婆那时候真的太傻了 就是还不如把钱都分给你们呢 就等等 所谓的就是 你真的想好了没有 就是反思的结果 你真的愿意承受吗 就共产党下台这个结果 就历史上很多债 实际上是还不清楚的 如果一定要还的话 那么就是有些事呢 就做了以后 你是退不回去的 其实美国历史上 也有很多这种在 如果美国刚刚建国的时候 就也开始反思 那个时候 其实美国有很多反对派 像托马斯潘恩 像亨瑞派奇克 他们也说华盛顿是新军阀 华盛顿的这些背叛了 最初美国民主的东西 建国是初衷或者等等 当时美国保留奴隶制 那肯定不民主 对不对 美国迫害印第安人 杀了很多印第安人 肯定不人道等等 如果那时候要反思 美国可能这个政权 当时也就不存在了 就改双换代了 但美国它是怎么换清 这些历史的债的呢 它是通过这个政府 慢慢的改革 一条一条的 27个修正案 就100年以后 它解决了奴隶制的问题 200年以后 它解决了呢 竞选的问题 就民主的问题 以前美国只有百分之十几的人 选举权 对他们迫害过杀掉的印第安人 他们做了很大的赔偿补偿 现在还在补偿 他们不当兵 不交税 有很多特许权 就等等 所以说中共的反思也一样 当时的罗点点和马晓丽 这争论就说 就是你准备好了没有 你愿不愿意反思的结果 就是共产党下台 那至于说罗点点自己 那就更不用说了 他父亲是公安部部长 那你说杀错的人有多少 要反思起来 他如何 那可能谁都不知道 就中国是一个改双换代 必要追究的时代 就是很少有不追究的 清朝是最后一个 真的是和平下位的 他没有追究 其他的都是 当局的人会很惨 所以才有呢 只恒生在帝王家之态 这就是反思 也就是他们俩 谈论了一个历史背景吧 就是现在谈习近平 他们很不满 但是到底黄二代要走多远 其实我相信黄二代 自己也没想清楚 就是他们 我刚刚也说了 有反思到19年的 到66年的 到21年的 OK 谢谢圣明 彭道博士 这个本来这种书信 也不是公开的 但是为什么在社交媒体 这样被传开来 那罗点点跟这个 马小一之间的这种 黄二代之间的这种想法 你怎么样看来 为什么这个信会广传 引起那么多人的讨论 这个 是要传到特别的信 对啊 马小一 他们两个的信啊 我也看了 这个对当时对习近平 这个心灵政策的不满 他这个公开的东西是这么说的 他们提到了这个对 富贝 为这个党做出了一些贡献 然后 他们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我的看法是 我的感觉是 他们对中共没有失去信心 而是对毛泽东 你打毛泽东为代表的 这个搞国人崇拜 搞国人那个什么 那个独裁 这个不满 这个他们 孔二代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 我也认识一些红二代 对毛泽东不满 那是公开的 就是说在红二代里面 也是非常非常 特别是红二代那些 红三代 那就五十年往回去了 红二代至少是他们受苦的 因为就像刚才说 五十年往移民 这些人都是被 对毛泽东被破坏以后 在街上讨饭 就是说 他们对共产党 就作为的初中 初心 没有疑问 也就是说 如果共产党当年 那个反对国民党的 那个时候说的那些话 搞私留宪法 比如说搞新民族主义 那么都很可能 共产党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他也他不反对 没有反对共产党 作为一党的专制 没有反对这个东西 凡是共产党 没有履行他自己的作员 没有搞 至少党内民族的都不搞 习近平搞这一套 就是党内民族的都否定了 你搞恢复毛泽东这一套 搞政治挂算 经济都不要了 这个民生也不要了 那么就是说 只要能够保证我的皇权 只要能够证明我这个 我之下这个制度 比任何制度都很优越 那么我就 我说其他利用我可以不顾 那么这是毛泽东的做法 这是红尔代 这帮红尔代 就说不满 就不满的 包括以前的 那个陈一的 叫什么陈小 叫什么的 那个去世那个 他们也包括 对对 陈向鲁 还有就是任志强这些人 他们反的就是习近平走老毛的 老毛这条路 这是他们反的 而他们并不反共产党 就像任志强说的 他不反党 他反的是习近平 说有一次 我写了个一圈社论的时候 就写错了 我说他说他不反党 这个他据说他很恼火 当时他被软禁了 他认为这就是人格的侮辱 他就他反习 我说他是不反习 我说他不反习 结果他就暴跳炉的 说他认为这个是 只有他人格的侮辱 他说不反党 而不是不反习 从而来没有反党 他们认为他们 复辈维持奋斗的目标 那个世界并没错 而是毛泽东搞错了 这是他们的共识 现在习近平 重新找毛泽东这条路 当然他们更不满 这是他们的失望 这是我就不说 没不存在 最后要把共产党 推翻或者去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去掉 当然有一部分 国共产党人走得更远 他们认为 共产党既然 那个初衷是要搞民主 要要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制 讲解是个独裁 那么最终 共产党也应该推动 这个中国民主化 最后形成多党制 这也就是 红二代里面也有一部分 这么看 当然就不能 不能全盘 全盘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全盘的去 去看待这个 红二代的看法 包括刘元也好 或者什么 刘二周 这些人的想法 都有 他们自己的 不同的 那个什么 什么 平好 但是总之来说 他们对他们 父辈 为分断的事 也没有怀疑 但是他们 基本上我的感觉是 而只是说 毛泽东 把那个事情搞造了 把中国带向了一个独裁 一个个人独裁 和那个专制 他们不满这一点 而且特别是 对自己 那个党内的人 包括 特别是 罗维钦 罗维钦是一个 毛泽东的 那个忠实信徒 到死都还在 还在叫他 死了以后 死了说 刘元也叫 罗维钦 要替毛泽东去的话 尽管他是 被毛泽东弄死的 这个是 这就是 他们对他们 这个父辈 本身也不满 就是放弃了 自己的初衷 自己追求的目标 然后去服从一个 取冲一个 一个黄犬 一个一个 一个 什么 毛泽东 这种 这种 那个什么 个人的 对他们的 个人崇拜 这是中共党内 就是说 红尔带里边 很大的一个 一个污点 就是大家 去崇拜一个 有权力的 那个会 会专权的人 在最上面 待着的人 而那个人 我们在 毛泽东时代 就说 毛泽东要是 不在了 那中国怎么办 中国已经完了 不可以完 你毛泽东都不在 巴不得 人家搞得更好 中国搞得更活 这个是事实 所以说 我反对 说习近平下去 这个 中国会乱 还是甚至会 做西方的民主 大概那个 比较远一点 不反对 不排除这个可能 10年以后 20年以后 会这样 但是 这个什么 因为下去以后 刚上来这帮人 不会那么快 把中国 影响一个什么 西方的民主化 这个道路 即使中国 搞民主化 我们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一种看法 也跟西方的民主化 也不一样 这个 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说红二代 对自己的那个 湖北的路 那个走路 没有后悔 但是只是对 至少是在 在反对共产党 这个独裁 这个专制 这条的 这个出动上面 他们没有没有 没有怀疑 怀疑的是什么呢 是怀疑或者否定的是 毛泽东之后 搞了这套独裁 个人崇拜 好 谢谢彭高 这个胡平先生 我如果顺着这个 彭高博士提到了 你觉得这个 罗电领跟马晓丽 之间的信呢 到底想同样是红二代 想要跟习近平 这个传递什么样的讯息 我看这个 马晓丽这封信 第一告诉我们 其实提醒我们 其实早在毛泽东去世 在整个八十年代 当时的红二代 站在这个 为政 在政界 处在第一线的人 那就是 罗电领这些的人 包括陶思亮 包括胡德平 包括陈浩素 陈小鲁等等 当时这批红二代 在大家印象中 还是比较开明的 而事实上呢 在八九 迷运期间 在六四期间呢 他们大部分都是 不赞成杀人的 所以在六四之后呢 这些人就被边缘化 因为他们的身份 不至于把他们抓起来 但是他们就边缘化了 所以跟我们后来 看到的红二代 它就不是一回事 也就是说 提醒我们 其实红二代 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 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 那么 罗电点 所代表的是 那批红二代 那当然 在习近平上台之后 很多红二代 都对他寄予厚望 但是他们显然 寄托了厚望的具体内容 是很不一样的 那么因此一上台 恐怕像这个罗电点 马小律这批红二代 首先就对习近平完全失望 另外一些 实际上比较保守的红二代 也对他失望 因为他习近平 这就是我原来讲的 习近平要 他要当独裁 他要当皇帝的呀 他就不能容许 别的元老和他 有这么个 有这个能平起平坐 这个尽头啊 你我红二代 我可能是以红二代的身份上了位 那你他最忌讳的 就是别的红二代了 因为你们可能仗着 你们脑子的这种关系 觉得天上 天上就该是你们的 因此就不是 对我这个王 就不是那么顺从 就像过去的皇帝 忌讳那些开国元勋一样 那么所以他们这些人呢 本来对习近平上来 寄予厚望 后来一发现 习近平上来了之后 他们也边缘化了 就像刚才冯承平提到的 那胡乔木的女儿胡逊英啊 他们搞的什么颜儿女啊 他们本来是比较左的 但是你看到吗 他们现在发现 其实跟他们也没什么事 习近平上台了 所以在这层红二代上 也就是说各种 包括你看刘元 包括刘亚洲 你看刘亚洲还遇到这么大麻烦 那么你要说这红二代 因为他们是红二代 而习近平是以红二代的身份 涨了权那就代表红二代的 这根本就是瞎掰 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我一旦想到就像文革 这共产党江山 不仅是中国了 连那个苏联的 都类似 苏联斯大林时代 就不用说了 大清洗主要清洗的 就是老布尔什维克嘛 到和清洗完毕的时候 原来参加过十月革命 那批老布尔什维克 全数出局嘛 就是你中国一个产文化革命 因为后来翻过案来了 你要不翻案你看看 那新的中央委员里头还有几个是老革命 没有了嘛 基本上 那就是说红二代可能他就是高度分裂的一个情绪 那么这篇信里头 我觉得他当然就体现了一些红二代的他们的想法 那首先是从这个批评的习近平的动态清零 就是人家专家的 你拥有这个共识嘛 你这个对奥米克隆这种病毒 你不能搞动态清零是没用的 那就应该采取就是说抓紧时间 这个提高疫苗的接种率 而且尽可能接种这些效率更高的疫苗 这样子使生活逐渐回归正轨 使经济呢也能够重新恢复 而你习近平现在做话呢 那肯定和这个背道而驰 他从这儿不满 有不同意见提出来的 另外他当然也谈到整个红二代的整个问题 他的反思就是说我们的父辈 他也不说远的 就说最要紧的一条 就是哪怕到了文化革命 毛泽东那么胡作非为在打击 包括我们父辈也备受打击 怎么我们的父辈就没有几个人敢站出来说话的呢 那这个当然也就让人启发到现在的一些 红二代也好啊 一些高官也好啊 就是按说他们总是在这个国家中 相对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什么叫有话语权呢 就是他们说点不同的看法 不至于坐监狱 不像老百姓 老百姓还没怎么着呢 你平民啊知识分子就把人送到监狱里去了 而他们就可以说了这个话 不至于受太多的惩罚 也就是他们有一定的发言的机会 你习近平这做法大家明白的就像文革似的 大家都不喜欢怎么就没人敢出来说话 他其实是在呼吁更多的人站出来说话 那么如果真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说话 那确实这个习近平的这个送 那就是没法继续下去了 你这个当年毛泽东可以把文革一直搞到自己 至此方休 你习近平能不能把这种类似的做法再搞到底呢 那当然就不可能了 只要现在的人能够吸取他们的前辈在文革中的教训 他们就应该知道他们应该及时的利用他们现在还有一定的这种话语权 对习近平的这些做法提出意义 那么这个事情就完全是可以结束的 因为再说呢习近平的权力毕竟和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不能相比嘛 现在我们老说这个习近平掌握这个权掌握那个权军权这个政权 死法打枪杆子笔杆子钱袋子 这个但是我们知道你拿中国历史来看 这个在不同的时代这个掌握的意义含义是不一样的吧 你就说掌握军权来说 那邓小平 毛泽东不用说了 毛泽东有时候党内潮起下来了 很多人不听他的 他就说我要我要上上井冈山 他说我不信解放军跟你们走 就把这样吓唬住了 邓小平那就不用说了 92年南巡 他早次就军委主席了 就是个普通党员 居然就可以到珠海去开这么个会 居然开个会就可以在会上说 谁不改革谁下台 居然就就就在讨论 要不要江泽民继续在台上 而江泽民是军委主席的 那个时候又是总书记 又是国家主席 居然连这个会 就背着他开的 而开了之后 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不但不敢以什么反党集团 篡党夺权这些 名副其实的大帽子给人扣过去 向外还赶快去讨好 那就说明在当年军队 他不是跟着你这个职务走的 不是跟着你军委主席 国家主席总书记这个职务 是跟着人走的 因为邓小平 他所有职务都没有了 他在军队中的人脉 还要那么多身 那老将们都听他的 而你现在习近平没有这个力量 你习近平因为你跟毛邓不一样 你不是打江山出来的 你不可能有这种铁哥们 不可能有这么一些死心塌地 跟你的人 你完全是你现在掌握军权者 就是你占据了这个位置 就占据了这个位置 那么因此那些军人那些军人就会听你的 那一旦你想如果邓小平那天把三个职务全职了 那他还能不能像邓小平那样子 他根本就没有那个力量 那军就不会听他论了 所以现在他个完全都有这个问题 因为本来上台之后 他没有自己的班底 没有自己的人马 没有自己的派系 这当不是他的弱点 他有这些他就上不了台了 在那个时候在矛盾之后 任何一个厦门的人要上台 他都必须要在领导面前 在最高领导的面前证明 我是没有拉帮接派的 否则那你对别人就不会咬你 所以以前没有一个班底很正常的 那你上台之后 你也不可能 因为都不是你的人嘛 你也不可能 你也没有机会证明谁是谁是谁的人 所以你看他就是老换人呢 老换人就说明他 就主要是防止底下人 你们搞政变 你们串通一起来搞我 那但是呢 如果他的党内遇到一些挑战 人家一谋中党内的这种斗争的方式 或者乃至于公平的政变方法 把你搞下去了 把那些职务给你去掉了 那你就发现 你那个军权原来有的军权 也就随之消失了 除非你在你还在这个位置上 还有这些头衔 你可以运用这种权力 动用军队 动用警卫团去镇压你的对立面 否则如果别人通过别的方式 把这个你的头衔给你去掉了 那你就没有权力了 所以他这个他这点是习近平的权力和毛邓 他不可相比的 尽管他现在给自己加了头衔 在理论上在这个党章和宪法上 理论上已经获得了和毛可以降低并论的权力 已经原来超过了邓小平 但实际上他和邓小平这个距离还是非常大的 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依然是要有待观察 就是会不会有比较多的红二代也好 或者中共现在有一定的高官也好 他们会向罗点脸呼吁的面对 当罗点脸这么说 他已经暗示或者不言而喻的告诉我们 在上层在红二代中对新英明这座不满的是大有人在 问题就是他们这个时候能不能站出来 发声从而互通生气 就结成一股把一种潜在的力量变成一种现实的力量 刚才和平也谈到了 你以习近平上代的所作所为 不管哪些做法我们赞成不赞成 他肯定是得罪了一大批人 各种各样的人他得罪了 他得罪的人可能是相反的 你现在最自由化的人他得罪了 那些最腐败的人他也得罪了 那么就招致了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 都感到自己利益受到损害 所以你要说这些人之多 潜在的反对力量那是相当大的 但是先行体制它使得各种潜在的反对声音 没法发出来 因此就没法集结成型 于是你就构不成现实的力量 而习近平可以充分利用他在位的优势 就可以把你全部给碾压下去 到时候二十大召开 我老叫吧 你看那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 写的清清楚楚 选二十大代表 第一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政治标准 政治标准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要在思想上行动上政治上 与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那废话你要照着这个来 那只有拥护习近平的人才能当二十大代表 那全都是拥护二十大代 习近平的人去开了二十大大会 那当然选出习近平了 那还能选出别人吗 换句话 他就在充分利用他在位的优势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他们这些反对的潜在的反对力量 他们不找出一种方法来突破这种既有体制 对他们的约束 那习近平还是很招胜宣 因为按照中国共产党那条黑帮的规矩 他就这么干的 那么所以下面罗点点显然第一他表明了 他对习近平很大顾问 另外他确实在呼唤在呼吁希望有更多的人 党内的人王二代的人能够站出来说话 至于他这个说法能够起多大的效果 那当然这确实还有在观察 但另外再说呢 就像刚才这个和平凤什么都谈到的 那我倒认为呢 如果这个习近平真的下去了 以这种方式下去了 那么未来中国的政治高层 确实会出现很大的变化 那各种原来被压制的一种都有可能重新浮出水面 但是我认为要发生圣评所谈的那种清算可能性的极小 几乎是不存在的 你看苏联共产党和中欧共产党垮台的 哪一个被清算都没有 唯一的例外就是七二三四顾问罗马尼亚了 罗马尼亚是他自己非要那时候还要坚持要开枪 然后首先还是被他自己的同僚就把他搞下去了 所以那批人原来搞了他那些人 第一次选举都还依然赢得了这个选举 包括中国的近年蒙古 那说改也就改了 也没见那些原来在位的共产党就怎么样 和国家的共产党原来也没少犯罪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它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的当然是值得大家担心的 就是会不会由于出现一种变化的契机 反而由于反而造成了各种力量 从这种这个井喷石的爆发 到头来使整个社会脱续 这么一来这种情况是可能是当然也是存在的 那么一来的结果呢 那很可能混战一场 那就出现所谓天下大乱 天下大乱结果呢你搞不好 那就是社会上好像有一种重新呼唤秩序 那你原来的专制势力就可能选手重来 你重新建立它起来的一种秩序 理论上也许还会表示它也是感对共产党的 和过去共产党是有切割的 但是呢它依然是个专制的秩序 和自由民主人们的期待依然很不一样 所以呢就是如果中国出现这种机会 我想怎么样使这种不要坐实良机 怎么样避免出现了大规模的混乱 能够让转型比较和平的有序的进行 这是大家值得关注一个问题 只是像那个大规模的这个秋后算账 把原来现在涨全的共产党 给给给怎么样去整治一番 这种可能性那真的不论出现什么结果 这种可能性那都是很少的 真的出现天下某种天下大乱 这个是这个改革 这种可能性倒是一定成功是存在的 所以如果有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 就是转型成为可能 随着习近平转型成为可能 我们要关心的就是怎么样 力图让这种转型能够和平的 有序的进行 因为只有通过和平的有序的方式 才能够使这种转型本身得到成功 否则你就是又是欲署责不达 反而会招这些我们谁都不愿意见到的这个后果 这是现在当然还为时过早 那提出这一点的恐怕也也不算多余 OK好 谢谢郭平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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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最后和平我想请教一下 这种所谓的红二代这种不不成组织的组织你觉得在中国现在发展到现在啊 他到底像刚才郭平提到的话语权多大 他的影响力又多大 你的看法 红二代实际上真正的红二代或者把自己视为红二代的人 或者是在社会上比较有影响的红二代的人 实际上人已经非常之少了 因为他们人 有的是 已经出世了 有的是年纪相当大 九十岁 九十多岁的很多了 那么这个剩下的红三代红几代呀 这些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价值取向 即算是他们也有这个背景 第一个是社会上对他们的认知程度很低 然后他们自己的也未必是 在政治上有这个意愿去参与 罗丁丁和马晓丽 两位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他们两位呢 一个是 一直以来就很活跃 马晓丽曾经 他父亲的原因 跟这个 习近平家里的关系可以说是 远远很深 有人 说什么事情你解决不了 就通过马大姐 地方信 到海里面就解决了 而且呢 在习近平上任的初期 马晓丽确实还是出了一些 出了一些力 帮我一些忙 但是慢慢 黄二代的影响就越来越小 这些原因胡平先生和 黄晓丽先生 都做了分析 那么我 这个 罗丁丁在这个时候写这封信 那不是一个私人的信 它就是一个公开给大家 来写的 否则的话咱们两个老大去打个电话 一起聊一聊 那么就可以了嘛 就是希望这封信能够引起社会上的 这个关注 和呼应 也可以说呢 是最后一封信 最后一封信 当然未来可能还会有一些信 但是呢我是把它比喻成一个最后一封信的意思就是说 二十大之后 以红二代为标志的这个影响力 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或者甚至可以说是 一个消失的故事 所以我说如果格陆人物 对习近平不满 对习近平反对 那么现在是一个 集结的机会 因为这一次你不把习近平搬下台 以后的机会就 会非常小了 非常小 那就等待习近平可能身体出问题 或者发生特别的 这个事情 这封信首先反映出来了 露点点是很认真思考问题的人 而且他拉捏的 这个分寸 至少在清零政策这个方面 是非常准确的 中国现在实行的这种清零政策 可能有习近平自己的一个 独特的想法 他就是要尽可能 不出现人的死亡 他希望中国做出一个跟世界各个国家 是很不一样的这种 状况 未来的结果是不是这样 中国是不是真的实现了一种强硬的清零 牺牲了经济 让大家很痛苦 但是这种 是不是造成了 这个人死亡率比较低呢 这个需要时间 未来才能证明 但是我们只是根据我们现在所了解的 科学的基本常识 他这种做法是 不仅是违背了科学的常识 同时呢 也造成了 这个经济上极大的危机 而且让老百姓的 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 从来让 反习的声音 又加温了 这是我们的科学常识 但是科学常识这个事情 在有时候也是变化的 就像我们最开始的朋友说不要打口罩 这都是CDC的指引 或者是 专家的指引 但是到了后来又改变了 所以在这个病毒很多的事情 我们还有 不可认知的一些方面 像早几天我特别介绍了 这个俄罗斯 俄罗斯的这个疫苗 在经过 独立的科学机构的 这个 议证 观察的这个调查 发表在这个美育性的这个欧洲 美育学会的这个刊物上面 经过专家的这个评定 那么这个观察的结果 我们是从美国一个产生疫苗的一个罪 我不想指出他具体的名字了 总之是他是一个 一个非常权威的科学家 他推荐这篇文章给我们去看 去了解 这篇文章是预示的什么道理呢 预示的是 展示的什么道理呢 根据观察 对比几种疫苗 包括美国的疫苗其他国家的疫苗 最好的疫苗 全世界的疫苗是俄罗斯的 叫苏联 疫苗也好 或者叫苏联卫星疫苗 或者叫人造卫星疫苗也好 他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就是展示出来 我比你们所有的强 所有的强 他没有按照美国的标准 西方的标准不是美国的标准 没有按照科学的基本标准 去进行临床实验 也没有按照科学的标准进行双方法 但是实际上的效果呢 就是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后来去请教科学家就发现 实际上这个疫苗啊 不存在个安全性的问题 它只存在 在不同的 有基础病的身体身上 它可能的反应 也就是说 这个疫苗本身没有危险性 所以俄罗斯他就 把这个 过程给去掉了 他就直接进行施打 这个疫苗进行了一号 那么这种科学的最终的结果 就是科学论文展示出来 这个疫苗 从目前来讲是这个效果 当然未来还是可能 科学家还可以来争论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展示出来 有些事情它可能就超越于 我们已知的科学常识 所以我最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不完全的 彻底的 去否定 现在中国的这个清零 就是因为有一些事情我们是不能认知的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中国的经济非常糟糕 非常非常糟糕 如果按照 下半年 这么零零碎碎的 还搞 保持清零又封锁 清零又封锁 中国的这个经济今年 很有可能 百分之一甚至是负数 如果你让清零变成一个像冯正平先生讲的一样的 什么打走走走往右走 这种 这种方式 那么 经济上高速的开动起来下半年 也可能只有百分之二百分之三 这个都还不是最关键的 指数不是最关键的 关键的是 你的正式的这个经济情况 就业力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力 这些问题都提出对习近平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而且把这么多人关在房子里面这么多人进行 反复的这种 在我们看起来是不必要的 还算测试 那么这个 不仅是一个腐败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 极弱老百姓的这种反感和愤怒 而露点点是有医学背景的 他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 那么他的医学背景 展现出他基本的尝试 基本的尝试 但是红二代政治大家所讲的 他不是铁板一块 胡平先生讲得很清楚 每个人有很多的这个 有的人是 那比一半想象的要走得一塌糊涂 也有人呢 就对政治已经没有兴趣了 比较平和的一个社会上世俗的人 也有的一些红二代呢 思想上特别的 这个民主化 西化 甚至比西方的 这个 西化走得还要更远 甚至有的人已经走向了 这个极端的 右翼 极端的右翼 当然他们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名字 叫这个 叫什么 叫保守主义 叫保守主义 所以红二代是很多很多的这个状况 但是以父亲 父母 为这个 他们的主要的旗帜 能够发出 独立的有影响力的声音 我认为是只是一个非常小的圈子 一个非常小的圈子 或者是在这个时候 可能这个小的圈子里面 感觉了一种信心 感觉了一种温暖 感觉到这个时候对习近平 又是猛烈的打了一下 那对现实政治有没有影响呢 没有 对二世代有没有影响呢 没有 刚才胡平先生的一个观点我是不同意的 那么就他认为 习近 这个 邓小平和毛泽东 在没有职位的情况之下 或者是不符合规则的情况之下 他们还能够调兵呢 或者是处理他们自己的这个政治的特别的行为 那叫权威 那叫权威 那是真正有了一点的威信 有了自己的这个班底 在民间社会有这个影响力 但是即算是郑小平有那么高的威望 那个时候的三野 二野 一野 四野是存在的 我就能够听到 当时的三野的老将军跟我说 对郑小平 搞那个年打非常的不满 他认为三野 被 郑小平清理 那么这个 六四的时候 齐威上将反的 老邓开枪 隐藏了一个其中的原因 就是三野的 将领比较多 你们去查一查齐威上将的背景就很清楚 毛泽东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 虽然他有 表面上大家看到有至高无上的这种权威 伟大领袖毛主席 但是实际上跟他一起造反 一起革命 一起 把老袋放在库尔达上面闹革命的这批人 相当多 而且这批人的野蛮的程度 甚至而且拥有自己的兵力 虽然他可能不一定是担任某一个军的司令员 但是那个军可能认为我们的老首长是谁 我们谁谁谁谁谁是谁 那种权威他是正式的跟他的 这个政治力量是连接在一起 所以老毛哪怕是一个屎皇帝 但实际上他即算是采取了很残酷的行为 他都没办法把他的政治进行清理 而习近平呢 他只是当了一个拱标的一个秘书 但是他现在是中央军委主席 而且用中央军委主席从头到尾 完全给你把他改变 把你整个系统全部打掉 郑小平没有那个胆量也没有那个能力 他事实上也没这样做 但是习近平做了 他把整个体制全部打掉 而且他不在乎你 有没有指挥能力 也不在乎你熟不熟悉军队 你刚刚把这个房子安排好住下来 马上又一个命令把你调走了 现在全国不仅是军方地方也是这样 各个部位也是这样 很少有比较长时间的 让你去认知这个 担任这个职务 前面的节目 黄小平先生拉了一份 黄小平先生拉了一份认知规定 那个第一是过时了 不是现在的 有人拉了过时的文章来 来讲话 实际上2019年2010几年 早就改了那个东西 给了那个东西以后他 他就有更大的灵活性 来调放这些官职 那么这些官职 他本身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 也不是因为他的政治派系 而是习近平赋予他的权力 习近平赋予他的权力 又可以随时把他拉掉权力 这个时候跟老江 胡锦涛时候 跟毛泽东时候 郑小平时候都不一样 那么这些人有任何的动作 任何的反 这个非议之想 都会在习近平的 这么一个 一个控制的范畴 所以我在判断出来 像红二代这个时候要写这封信 他是实在没地方发出他的声音出来的 他在跟海外的人 和我们这些人一样的 来讲一讲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声音出来 反对习近平的这种做法 有没有作用呢 在我现在的判断看起来 没有作用 只是表现出陆地底 马小丽 在这个时间 他们反对了很粗暴的 而且是违反尝试的 一个清零政策而已 至于反思 那我就可以说 中国的这个 右翼的这个红二代里面的反思 这个是不可能真正走下去的 除非他们到海外来 走到极端的右翼这一边 因为是历史已经没办法清算 我倒是 觉得中国真正值得听取的是那些年轻人的声音 尤其是90后以后 你看罗典典也好 马小丽也好 他们基本上是50后 就像那个马小丽还大一点 他18年的 罗典典的51年的 都70多岁的人了 如果要用天鹅绝唱 他们那也是一种 就是 国内还有多少人关注他们的声音 而且他们是 肩负着很多历史的一些 一些记忆或者一些包袱的 他们很难对中国的事 做出正确的评价 就中国真正今天值得关注的 就是年轻人 他们怎么说 那恐怕是更重要的东西 就是你在文革之后 中国人其实发生很大的变化 就是基本上文革之后是什么都不信了 强人政治的结束了 常人政治开始 其实从江 曾到那个胡锦涛这些 习其实也是个普通人本来 但现在他 做的比较强而已 就海外民运你看 也都差不多60岁以上的人了 很多都70了 就年轻人现在不关心政治 恰恰呢 是一种 我觉得 成为中国最大的一个政治 就文革之后 就这些文革的事 就变成一种以老以少的 课题了 好 谢谢盛平的补充 我们提到了红额带 各位提到的红额带的影响力 跟 跟未来可能在20大年 扮演的角色 我们中文学院这个 这是直播节目 上面讨论三个议题 下面还有 谈到想跟大家 讨论一下马云 还有蚂蚁英姆 到底会不会 我们等一下会谈到肖建华的案子 还有谈到乌克兰 战士到底会怎么样的结局 先跟各位 谢谢四位嘉宾 然后我们暂时休息个15分钟 我们怎样中场休息 等一下稍后再回来 好 等会见 这位嘉宾 我们继续讨论 今天中文研究 几个大家关心的议题 马云 这个阿里巴巴的 马云 最近好像稍微有点声音了 其实我们在中文研究里面 讨论过很多次 有关于马云 蚂蚁金服 上一次IPO 公开市场发行 被习近平中断的事情 到底现在 谈一谈也快两年时间 那消失的快两年时间 最近马云好像在深圳 打高尔夫球 开始迷上打高尔夫球 当然最近 最大关切的就是 蚂蚁金服到底会不会重新上市 这样的一个上市一个传闻 在 復古 在上海跟深圳的这个股票里面 稍微有点起了尊重 盛明你可不可以先谈一下这个 马云 依照你现在从媒体所得到的消息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那蚂蚁金服为什么 最近 大家盛传他又要重新上市 所以阿里巴巴的股价又跑来跑去 因为我 我刚好那是 是买了阿里巴巴的股票 就是所以我比较关注他的那个 就 就阿里巴巴呢 他 最低就降到差不多70块钱发行价了 也就上个星期五那一天 他的股票只有 92块钱93块钱 但昨天最高的时候呢到了121 涨了30多 其实主要就是一个呢就是中国停止对 互联网 对资本的打压 再一个呢就是 谣传说 马尔经服要再次上市 所以昨天一天就涨了15块钱 就 结果后来呢 就是 中国的那种就监管部门又出来否认这个说法 所以今天又掉了10块钱 昨天涨了15块钱 就是马云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 一个风向标 就是对马云的态度 你可以看出中国对资本的态度 尤其对互联网 就中国 前一年都 对中国资本非常粗暴 就一个政策 打掉了一个教培行业 像互联网 腾讯 阿里这些 都受到重创可以说 也就因为去年8月份呢提了一个共赋 然后叫李光满的人呢就写了一篇东西 影响很大 现在呢应该说一圈绕回来 有看到的 不论资本这样去粗暴打压 包括对许家印对 互联网对房地产 还是中国的 资助产业吧 就提出六个 六保 保就业保什么 其实说到底六保人间最重要的一保 就是保市场主体 现在不用 私人企业了 用市场主体这个词 就避免了公司之间的自分 自证 所以现在呢 马云的这个故事 应该已经画个句号了 肯定他不会出事 而且他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和扶持 就是他的公司从将近一个1万亿的公司 到了9000 多亿 美金 降到呢现在只有2000多亿 就从310块钱 掉到70块钱 你像那个落差 他其实他的盈利没有发生变化 就是他加在 中国的那个 政治和美国的地缘政策之间 就美国呢也 对中资企业呢 很大的打压 就这么一个 我记得曾经呢 我们还在这个上面跟 打过赌 对吧就是马云会被抓起来 当时赌期是半年 跟友儿打的赌 跟一个也是很活跃的一个 朋友 现在半年早就过了 那是去年9月份的赌 所以现在看到他不光没有倒下 更多的呢 他会站起来 而且呢他会得到更多的 就是中央方面的权力方面的扶植 第一个风向标准就是他当了那个 社商总会的会长 那现在呢 据说但是后来疫情都没有发生 他和一些互联网的巨头嘛 要跟中央的监管部门的和一些决策人 那还会有一个 谈话 就这么一通 就中国的资本 在讲的这种 他其实是从最早的 是从联光九不兴生 也开始的 就是一些劳改释放的社会闲杂 胆子特别大的人 他们是中国第一批 发起来的人 少数人先扶起来 但他们呢由于他们 自身的限制 数字各方面原因很快呢 就出局了 就上海前不久的那个第1个炒股票的 说洋百万 也去世了 其实他并不炒股票 也知道人就知道 他只是倒卖了那个 中国国债券之间的利息差 就是在不同城市之间 所以他赚的第1个上百万 他在中国可以说是 最早的富翁吧 这第1批人 走的是呢 停而走险的路 而第2批人呢 就是现在也 很多都出事了呢 包括像 像郭文贵呀 像小建华 小建华现在国内可能马上开始审判了 吴小晖呀 这些人呢 他们实际上走的是官商勾结的路 现在基本上也退出 列出舞台了 那么新的一批呢 就是现在还还活下来的很多呢 其实是相对比较干净的 就是 可以说是就是 那种官商勾结 化解的计划经济 没有 每一代人其实他们都做了每代的事 你不能说这就好那个就坏 没有那一批 铁而走险的 没有那些 白手套的资本 那些官商勾结的资本 中国不可能从计划经济走出来 所以他实际上是化解计划经济 也造成了中国的崛起 至少是第1步的崛起 但是呢 他们的历史使命基本上已经完了 就这些呢 要么就退退场了 要么就进去了 也就是 肮脏的资本 退位了 就干净的现在慢慢登场 就以前不干净的也得洗 洗干净 就是化涌成蝶 就这么一个过程 先发展 后治理或者说 先发展后反复 就这么一个 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的 爬在沙滩上 马云应该是留下来的 包括我们以前讨论过的许家印这些 他不会再死了 王健林这些 就经过9年的反复吧 9年的试错 反复折腾 就中共终于认识到了 资本的力量 很多人在这 我们讨论过也辩论过 资本哪有什么力量 就做泰小姐 权力要怎么就怎么样 根本没有力量跟权力博弈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资本不需要博弈 不需要胜率 他堂倒就胜 他不干了 你就得把它扶起来 因为他毕竟代表了90%的企业 80%的就业 你谁敢不要那一块 如果说中共最开始的政策是利用资本 那邓亚平开始 现在已经远远跨过那个阶段 他已经不可能再回头了 将来只可能是共存共和 好 谢谢 胡宾 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从 阿里巴巴在纽约风光上市 到马云跟川普总统前总统特朗普的这个会面 这么样的风光 到2020年10月份在上海 上海的一番谈话 导致这个蚂蚁金服的这个无法上市 刚才声明提到了这个 可能 马云可能还慢慢的付出 你觉得这可能性大不大 嗯 其实马云电视刚出的时候我就觉得 当时很多人确实很多人认为他南逃牢狱之灾 我当时就认为他会软照路 不会阿里巴巴也不会 公司也会保留 但是呢 且不说阿里巴巴会受到很大限制 而马云本人呢 也会比较少出头露面 他会时不时的露下面 表明他还安好 因为他成了一个符号 成了个象征 外界要看他 如果他 把他弄到监狱里去了 那大家认为就是中共对这个私人企业 对民营企业家的政策有发生重大变化 因此呢这个马云还不至于走到不会走的内部 会时不时的让人亮亮相 这么他情况还好 但是他已经远不是当年那种指点江山那个派头了 那么现在 那么现在我觉得情况依然是这个样子 他当局很可能在相关方面的政策会有所调整 较至前阶段那种重锤出击 会有所软化 但是呢 他在这点上我觉得他 当局对习近平了 他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还不完全一样 还不 这两个政策还是不完全一样 他可能会意识到民营企业的不可或缺 而且还需要这个政府的一些这个支持 但是对于民营企业家 特别是你很重要的那所谓大佬 那么到处看看而谈 这个指点江山 弄得社会上名气很大 洞见观瞻 这一点肯定是他另外一个不满意 就即便他要支持 哪怕他在经济金融方面的政策 在某种程度上回到过去了 但在这点他不会放 因为他见不得有人还 也这么出风筝吗 而且你是一种不同的身份 又不是党领导的身份 不是一个是我的直接下属的身份 而一种另外的身份 在那指手画脚 而且在社会上在国际上都这么大影响力 这个是他不能容忍的 所以我们看到 你说阿里巴巴 马云也许是因为这样那样的被当局认为是问题的问题 所以遭到前阶段的这种意志 那还有一些 那大企业界那大佬那大企业没有这些事 那不是同时也遭到压制了吗 也听不到他们声音呢 你现在听不到 几乎听不到任何一个民营企业家 能像过去这些年的样子 时不时的 对这个国家大事 包括对今天 发表重要看法 几乎就看不到了 别的行业也是一样的 你说 这个 这个娱乐界整个赵薇呀这些人 那不只是赵薇呀 别的 没那些事的人 也不 也不让你说话了 这一点是这个 习近平他的 他的 个人的理念 他的个性很有大关 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他见不得有人 在这种体制之下 除了他一个人可以 没完没了的 罢瓶罢板 整天的看 你看官媒 那全是他的东西 虽然那东西没有人 没有人会就认真读 但是他就要bug 他就不让不允许还有别的人 也能够有自己的在那舞台在那 近来唱这个明天唱那个 他这个 他是 他不喜欢 这种 十足的独裁者的心理 这个天下就是中国 中国就是他的 只能由他来表演 别人就轮不上 也 也上台表演 这一点是他 是他很大的一个 心理上 有这么个东西 所以 即便 这蚂蚁金服也好啊 阿里巴巴也好啊 当局对他的政策有所调整 我觉得这个肯定会有所调整 因为这个和整个经济形势不好 另外和这些 包括在前期间我们看到的 这个国务院这个系统 这些抓经济的方面 他们的声音有所抬头 这都会促成 当局 对民营企业 对 会 变得不如以前那么严厉 这个是很可能的 但是马云呢 也就是像原来的那样子 会让你 表示你有你的存在 你是安然无恙的 但是呢 你要想 重归当年那种风光 那种对天下大使 举手画脚 直手画脚 那这个是不可能的 嗯 好 谢谢普平 彭老伯的 请教一下 你觉得这个 现在中国的经济下行 你觉得习近平 会不会改变习近平跟 民企啊 或者跟互联网企业组 科技业的一些关系 当然我们提到马云 前一阵子我们 其实中国研究里面 你怎么样看待习近平跟民企之间的关系 在未来二十大 或者二十大之后 他会不会可能改变 有两个可能 要么是习近平自己在矫正自己过去的错误 就是对民企这个过分的打压 要么就是那个习近平发现 有这个准顿之后 就蚂蚁集团 上市说不是前前几天那个 所谓中国知名经济学者 叫什么呢 李大奎 李大奎 投资论团 他就说了 爆料 他说这个蚂蚁集团当时 为什么被监管 被拿下来 是因为 这个中共高层发现 那个有中国政府的官员和亲属 牵涉到这个 他这个蚂蚁政府里面去了 而且有很多一些城市的 党员书记人选也在里面 所以在 高层这个 吓到了高层 感到震惊 然后所以说 就把他拿下来 这个到底是不是一种借口 我不知道 但是就说 至少现在是这个人怎么这么个 透露出来的 但他又说了这个李大奎说了 现在就是说中共的政策 对中共互联网和科技企业的监管风暴 他任务已经结束了 现在目前的主要中心任务是要恢复公司的 恢复投资者的信心 然后那些公司的价值 也会重新得到评估 我想的话 这可能是 一个是习近平在调整这些政策 一个是刚才我说了 我们说洗礼斗啊 我们打这个银号 就是说李克强抓国务院 这个经济工作以来 就是说回归到经济工作 这个重心 这个主要的那个什么 工作任务回到这个国务院手里之后 李克强的那个 对对对对这个 习近平经济政策的调 调调 矫正可能也是一种因素在里在里面 就是我们只能这么揣度了呀 要么是习近平自己认识到错误要改 要么是那个 那个李克强现在在矫正 习近平的那个错误 而且现在这也可以体验 如果是在第二个情况 第二种情况的话 我们说明 习近平和李克强在自国理政方面 确实有冲突 至少有不同的那个路线 而且都要坚持自己路线 然后习近平坚持他的经历政策 也绝不动摇 那个李克强坚持他的我们经济 保增长 我这个是保就业 这个是那个 这也是可以体现一个那个洗礼斗的 不叫洗礼斗嘛 就是说这两条路线斗争的那个 路线的这个这个夺疑 也可能是 也体现了这个二十大车前 习近平是上还是下这个 这个问题的一个表现 但是就说 蚂蚁集团据说还有就是 对当时 以前我也听说过就是 蚂蚁集团被弄下去之后 确实是 他们党内有人传出来 就说是因为 那个很多党和官员参与进去了 如果 然后那个 而且那个跟 跟所说的 跟美国那个金融财产 什么有勾结 然后 对中国那个金融金融的安全 对来炒弄了很大的威胁 这是这是当时的 当时我听到这种说法 那么现在这个李刀奎这种说法有点接近这个说法 也可能就是说刚才那个 洪生平这些谈的问题就是说 第一批这个 那个 靠金融发财的这方面 推下去了 而且他们都是靠 那个官商 勾结上来的 这方面推台了 但是实际上如果说 麻烟集团因为这个原因下去 因为是官员参与 亲属官员和亲属的参与 有一些甚至党委书记的人选 承受的都都卷进去的话 那说明 麻烟这个 这个 就是说他的起家也好 或者发展也好 保持 定力也好 不可能跟那个 这个什么 官员 或者跟权力有完全可以脱钩 也就是说 他本来说如果以中共以这个名义 把他 把麻烟集团 这个拿下来 不让他上市 都是不是表明了 那么习近平的 治国 还是在坚持这种方式 就是不准官员参与这个 这个金融企业 金融事业参与到这个民营 那个什么 经济里边去 还不清楚 但是就是说现在事实上 你看那个清零政策 我们也看到了 导致了这个这个核酸 就是无限度的核酸检查 导致了腐败 导致了大规模的腐败 那不是看上万亿 炒这个万亿的东西 那个那个那个价值 而且不顾民生 不顾整个国家的经济 那个那个 生命生 生生生生生生生 生生生生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现实 这是很大的 一个反差 你既然那个 你马亿集团上市 就是因为那个官商勾结 他把他 把他 把他进去 那么你现在 搞这个清零政策 让很多那个什么那个 同样是让官商勾结起来 转转转国家的 转转那个什么 发国难财 发这个这个 那个病毒的这个什么 给国家带的这个 民生带的这个威胁的时候 这个灾难时期 发国难财 就说 这很 这让那个习近平之下这个 这个 自国理政的这个基础 那个这个 那个 就是 路线 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 我想 把马云 调替马云 军服上市这个 这个理由 是不是按照 是不是 李道奎这么说的 这种说法 还成问题啊 还是一个 有的 有的一种 另外的说法就是 习派的人 没有 没有得到利 因为马云站在这些 在这 从 从本质上来讲 从习 从利益和 那个 那个 切割 方面来讲 都跟习派没什么关系 那么就说是习的 习派的对准 从 就 他是江征 胡温时代的这个 这个 这个新秀 就是跟习近平 没什么关系 那么习上来以后 估计 据说习 这个马云的习 不是很恭敬 那么这些原因 很可能才是真正的 马云被 就是说马云被 被打压下去 马云政府只是一个 一个切口 然后把马云彻底 往后打下去 这个切口 那么就现在 马云如果真正 按照报道 路透社的报道 说是这个 中共高层 初步阶段 初步讨论阶段 就是说 容许这个 马云政府重新上市 但是还没最后决定 那所以说 路透社报道以后 甚至中国 天管部门 和这个什么 马云政府支持 马云集团 自己都否认了 但是这不 这不 不否认 也不能不说明 这个他今后 就不上市了 很可能 也就是一个现实 那么也可能看 到底是习近平 说了算 还是李克强 说了算 如果李克强 说了算 很可能 这个 这个马云政府 就会上市 或者比较快的上市 如果还是习近平 在说了算 很可能马云政府 就很难上市 嗯 好 谢谢彭老师 何必你觉得呢 你觉得现在 如果说了 如果说这个 马云政府 能够重新上市的话 马云是不是会 跟以前一样 恢复以往的 这个风光 不可能 不可能 刚才胡平先生 讲得很正确 就是习近平 也好 中共政权也好 他会分清楚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 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 经过了这样一个平台经济阶段 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平台的经济的规模 非常之大 带有某一种精英的熟性 尤其是蚂蚁金服 如果当时让蚂蚁金服上市的话 它不仅是一个权力的腐败的问题 而是它的政治能量 巨大无比 马云的这个影响力 它可以完全不跟中国打招呼 跑到美国来就见这个 这个川普 当时还刚刚才当选这个总统 当时我就认为 这是马云的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 那么但是呢 外界的解释就是说 啊 中国叛这个马云来 就是希望经济的俯视这个美国 其实不是这样 马云当时候的知名度 在国际上 它可以见罕任何国家的总统啊 这个首相啊 总理啊 国王啊 他已经有这个世界级的这个能了 那在中国国内的话 他可以见省委书记 跟省委书记拼着拼着 像当时的这个 比如说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 王三韵 这不是说马云有没有权力的问题 它引起的这样一种 对中共这样一个体制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危险 所以它不会这样 这些具有政治能量 又有经济能量的民营企业家 在中国成长下去 所以马云不可能再回来 今天吴将博士也是这么一种看法 我早几天 我在我的点点今天事里面也讲到 马云的一个时代已经完全过去了 这样一个他个人 色彩很重的一个 一个明星企业 对于习近平的政治体系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个时候说你只要只是投票 中国的当先的总统不是习近平 也有可能是马云 但是民进企业家的这种打击 这是习近平的一个经济战略的一个调整 见识到反腐败的一部分 也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 希望中国能够更多的强化 他至少也更多的能够扶植一些 他认为应该扶植的一些方向 他并不是打击所有的民营企业家 而是打击那些平台型的这种企业家 这个公司价值巨大无比 对民众影响非常巨大 对经济影响非常巨大 还有些还有社会的影响 那么中国未来的这个民营企业 如果你开个餐馆 那就无所谓 你开个几百人的工厂 这也无所谓 但是你一旦上升到几千亿 或者是上万亿的这样一个企业的话 那有可能会跟习近平的 他所提倡的 他所希望的这个产业政策方向发展 所以这种情况不是简单的 权力与资本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改变 不是 是中国的产业政策的一个调整 也是一种政治上的一个明确的信号 我相信习近平像彭陶先生所期望的那样 二十大的时候不能让他连任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假如习近平是正常的情况之下 他会继续连任的话 中国你很难想出现马云这样的明星企业家 所以我完全统一胡平先生刚才这种观察 我认为这种观察是更接近我所了解的这个情况 中国不会因为我现在急需要发展经济 我又要马云回来马化腾回来 这个我认为可能性不大 可能性不大 马云也偶尔可能露露面 比如说在社会主义新农村 养了很多猪 不错 比如说中国太空战开始上天了 宇航运上天了 马云说很好 就这个样子 只会赞扬国家的进步 社会的进步 不会批评这个批评那个 不会指点江山 更不会去办一个什么学校什么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除非政策产生根本上的变化 否则的话马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应该是他比较合适的位置 我觉得和平讲 我不同意和平讲那个 你比如说你要讲大 那华为大吧 我认识非大吧 比如说龙富三权中国首富 那个字很连练叫中什么 我讲的是平台经济 我刚才你没听明白 他也很大 我讲的是平台经济 至少也没问题 其实马云之所以出事 就跟那个 跟好几个人差不多 就中国首富 主要还是因为 他跟那个就是官走得太近 就柳传志习一上台 柳传志就说 从今天起我们再商言商 就不再 他那个当时很多人对他不满 还有王英退导 很多批评他 所以柳传志今天也还可以 但就他不说话 还是由司马南李树张杰这些去攻他 去挑战他 到现在这个事也没有结束 而马云就比柳传志走得更远 就他不光是他退出了泰山会 他搞了自己的一个叫江南会 就自立模糊了 而且呢 就还以富商的身份 在上海的外滩谈话挑战权力 就是你们就是一个老人俱乐部 还建立了江南会 还搞了自己的湖畔大学 自称是黄埔军校等等 就这些东西呢 其实都非常犯计的东西 因为他毕竟太年轻 就他没有像柳传志那些人 那种政治经验 这 至于说刚才彭涛兄讲的 他里面是不是有 很多官员参股这些 就我不清楚 但是我能设想一定会有这种事 就很多大的企业都有这种故事 就这参股了以后 那中央就觉得你到底是 是搞经济还是玩政治 就习现在并不说你大了 我就要打你 而是说官商勾结了 他可能就不放心 因为官商一旦勾结 那看起来是资本之争 其实就是权力之争 就中南海之争 我们以前知道像吴小辉后面 那企业是谁家的 在上海的复兴后面 又跟谁有关系 那 像恒大后面 就都有很多这个 包括就王健林 有四个政治局委员 包括常委吧 三个常委都投资 就这种企业 恐怕都会受到侵略 也就是过去这段时期 这些企业出事的原因 不是说它大 不是说它大到怎么样 当然可能它还有会有一些 对俄罗斯经验的一个误读吧 俄罗斯当时是有很大 我不清楚他们是不是有官商勾结的 但是确实大 大到最后呢 他可以控制权力了 那可能其实在这方面呢 他也是看了些东西 读了一些 他害怕发现那种情况 但是我认为呢 中国的资本没有那个问题 因为他从根上 就像中国文化一样的 和西方就不一样 西方的资本是荒野中长大的 充满了狼性 他强大以后一定会夺取政权的 他一定要说了算的 就像美国 我们了解美国都知道 美国真正的主人不在白宫在华尔街 但中国的资本呢 他不是这么回事 他是呢 官商勾结长大的 所以他知道自己的位置 如果你 你不去 敲打他的话 他可能 他会发晕 他会觉得自己 恐怕就该是老大 但是稍微经过一点 敲打他 他立刻会回到自己位置上去 所以中国资本长大了以后 他不一定会夺取政权 这就可能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一个根本的区别 也是为什么我一致认为呢 中国的资本有可能跟权力最后达成一种良性的博弈 因为他没有一定要取而代之那个念头 他跟中国搞政治人不一样 搞政治人他只要搞政治 他不想取代你才怪了 否则他搞什么 但中国资本不一定有那个念头 这是为什么像芒格在中国投资 像这个敲水基金的 达里奥在中国投资 他们就反复跟中国的资本界的 人来告诫 认清自己的位置 但是个人独裁 如果个人独裁 就首先像普京学习 再连任 那么就是说马云的前途当然是很黯淡的 不可能再有过去的风光了 甚至可能会有更糟糕的结局 包括这个 他这种就是他的马云这个集团 很可能都会被国有化的 或者说半国有化的可能的 这是如果提名连任的话 国有化的趋势是很明显的 因为他集权 他会进一步加强集权 那么就是跟古今走的路是一样的 他也在学古今这条路 如果他真连任的话 就说也就那个不可能再跟你资本有有这个什么 跟权力有有直接那个竞争的这个这个可能性 就说可以你跟我结合 跟权力结合可以 跟我的权力结合 跟我的派系结合可以 但是你跟任何其他派系结合 那是犯计的 那么但是如果说习不连任 中共恢复到这个湖温时代 这个江湖时代这种集体领导的这个状况 党的民族开始这个增加 然后九龙之水七龙之水出现这个新的状态 但马云和这个这个 其他科技行员的这些民运系列 就会有前途 就可能就会就会 就会重新恢复到过去的风光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不同的派系 不同的权贵在里面参与 他就产生那种制衡 马云在二十多年前 十年前就说过 有人问他 你又 就希望你 你去选总理 你干不干 他说我 没兴趣去选总理 我这是搞好企业 那刚才那个冯文篇也谈的问题 就是说中国资本估计 没这个希望 冤枉就跟你去职业参政 只是说 跟那个什么政府搞好关系 然后让我的职业发展 能够有个比较顺利的签订 这是可能 这是事实 也是估计现在 大部分的这个民营企业的 一个基本的路子 那么就是说 习近平如果连任 当然这个马云这些人 都没什么 钱都是不光明的 但是我就说 我说了不仅不光明 甚至很可能 很多就是说 那些大型的这个民营企业 都会相对的国有 就说相对的国有化是可能的 至少这个国家 他对他们这个市场控制 监控权会更加更加严格 就是说 这是可能 这是一种 我们可能可以 估计到的一个趋势 如果说习近平下来 其他这个团队人上来 那情况就变了 那很可能 就是他们 就不排除他们 这个重新 这个恢复过去的风光的可能性 因为他的 像马云集团 这些 像马云集团 这些大财团 他们有 有那么大的这个 资本基础 那个什么 有长期的经营经验 一旦 那个什么 集体领导出现以后 给他空间 给他这个 这个 什么 话语权 他就会恢复过去的风光 而且也不会 导致这个 那个 由于这个 什么 他们那个 影响力增大 全力膨胀以后 让中共的政权受到威胁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 就像冯卫先说的 因为日本只要 没这个愿望 去直接去干你的 参政 但是干政是会干的 就说你们 制定政策的时候 不要做些 有我们的政策 这是他们的愿望 但是 这个跟西方政策 这政治也是一样的 然后就说 这是可能的 所以说 不排除 这个他们 重新 重新回到过去 重新再度风光的这个 这个可能性 但是一个调解 前提调解就是提名要下 提名不下 他们没前途 好 谢谢彭道 谢谢各位 我有一句 我有点不同意 就是刚刚彭道先生讲的 因为 就 过去就更好 回到过去 就当时确实是九冬之水 确实是资本有很大的 那个自由空间 但是 中国那些官僚们 哪一家没有参进去 吴小慧一万个亿 他那个 保险公司 小建华两万个亿 他的明天系 王兆林 中国首富 后面都有政治局的常委们 甚至就是国家总理们的参股 那 也许资本会很高兴 权力也会很高兴 但老百姓会不高兴的 这迟早要出事了 百分之一的人占有百分之四十几的社会财富 这不可能延续下去的 这种事 OK 碰到也没有补充 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我们 法语政府到底会不会重新上市 马云会来动向了 我想我们在中国研究里面 我也在继续再关注他 简单的说是有蚂蚁 确实有他消息 没有马云 何兵 怎么样 我说简单的说 蚂蚁会回来 小蚂蚁 嗯 马云不会回来 简单的就是 OK OK 好了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 敬请您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